又一次喜从天降 周深这一期你好星期六大家看了吗 结尾的新歌舞台首唱的太酷了 周深和《斗罗大陆2》《爵士堂门双绝合作》的动画主题曲 璀璨《冒险人》舞台真的太燃炸了 周深用独特的声音魅力将《冒险之旅》诠释出别样引力的风格 对音乐的细腻表达和对跨度大英语的驾驭 周深将歌曲中蕴藏的冒险精神完美地呈现在了听众的面前 Ramp的加入感觉又进步了 感情沉浸投入 充满力量的歌声 让人瞬间拉满冒险的动力 磁性扫音搭配反差感舞台表现力满分 这个扫音和画风简直不要太契合了 一时不知道是斗罗精神燃到顶 还是周深的歌太顶 说是双绝也不为过 难怪有网友会惊呼 周深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主题曲首唱 这场面真的有震撼到 看周深的舞台就是一种绝美的享受 多少次穿场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银路光竟已有你在身旁 他们说要越过前方 风下必须低头头 他们说要绕过万言的河 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汤要放手 太远要换个路口 如果得不到谁的人同 那就不算拥有 没人能够决定谁的一生应该怎么活 没人能够听见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没人为梦就写动 只是单纯相信着 有相关的英雄 每场轮廓 出自平凡的沉默 周深不光歌唱得好 游戏环节也是表现得相当的出彩 真的是有周深的综艺 很能够吸引大家去看 猜词的环节太逗了 果然有周深的地方就有欢乐 看到描述二次元以及一些舞蹈动作后 一秒猜出美伊里亚 不愧是二次元的人 脑瓜子转的就是很快 脑子转的快就像是被瓷库一顿输出 输出的多总有一个是对的 周深唱歌好听 猜歌也很厉害 玩起游戏也很拼 有周深的综艺太好看了 你好星期六 周深这一期大家可不要错过了 我没有 他太迷惑了 我觉得他就是一脸蛙像啊 就是把你把大勋换过来对吗 而且你知不知道迪哥的小名叫什么 他叫迪娃 哇塞 我妈叫我迪娃就是为了金 这个线索给的呼之欲出 来吧 好快变得好快 不是 你确定吗 我 周深变脸好快 那么现在呢 深深去到了余文文公主这一对 那么大勋呢去到了 来吧 六六 真的粉啊 问题是他选六的建议是我给的 我听到了 不得不说 周深不仅在影视剧OST方面颇有建树 参与了多部影视剧主题曲的演唱 在动漫方面的表现同样突出 可以说是演唱过多部动漫主题曲的知名歌手 电影方面参与过大鱼海棠 大护法 江子牙的主题曲演唱 而且还演唱了最近大火的灵牙之旅的中文主题曲 而在番剧方面同样也非常表现出色 比如大家熟知的大理斯日志2斗魄苍穹等 周深不愧是国漫御用歌手 他与国漫动影影视剧的适配度契合度非常高 尤其是带着中国风的韵味更是让每首歌曲魅力无限 放眼整个华语乐坛这样的比根不错的实力派年轻歌手真的很少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是高质量的 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因此像周深这样极具歌唱天赋 又极具自律进取的歌手 简直就是歌坛一支勤劳的小逆风 堪称年轻一代歌手的楷模 歌唱天赋 都谁在远方方就算有的 每人能否决定谁的一生应该怎么过 每人能否定计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每人微风中心动 只是单纯相信的 每身光的凝数每个灯光处的冰沫 越远的爱越回血的美 海人变破和脆弱 你放在高中的一笑领光闪丢 爱上有你心动 有你风中吹牙 让痛苦如今的眼眸 越怕未来的无恙 不过藏尽的迷茫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次穿插 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光景 有你才神 � 永远了 永不忘了 永不忘了 心痛了 不忘了 你还在等什么 微笑了 太坚了 别不舍回头 传心中的梦吧 永不忘了 别怕未来的不忧 不过藏尽的平安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次穿插 那远处的佛罗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步光景 有你在身旁 别怕未来的不忧 不过藏尽的平安 那远处的佛罗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步光景 有你在身旁 别怕未来的不忧 不过藏尽的平安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次穿插 那远处的佛罗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步光景 有你在身旁 别怕未来的不忧 不过藏尽的凝望 那远处的佛罗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步光景 有你在身旁 哦哦 嗯哦 中文字幕——YK